這邊還有溫泉的瀑布 光是站在旁邊就感覺那個熱氣席卷而來 好像夏天喔 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BLOCK 我是包博 我是文 我們這次要介紹草莖周邊的兩天一日遊 帶大家去泡溫泉看風景 走 我們現在到了草莖 現在天色已經有點暗了 大概已經五點了 我們現在趕快去Check-in吧 帶大家來體驗一下我們今天的房間吧 怎麼一進來就有一個門呢 帶大家直接來 揭開今天房間的正面目 好溫馨喔 一進來就有那種暖暖的暖氣 然後跟木質的房間 我們從飯店大概走個三到五分鐘 我們從飯店大概走個三到五分鐘 就到草莖這個溫泉街 然後這邊商店裡 晚上也有開喔 我們現在在雲霧寥寥的溫泉裡面 它那個溫泉從我這邊流下來 然後有帶點硫磺的味道 後方有一種超級迷幻的感覺 因為有這個地區啊 以這個設計非常特別的 溫泉的景觀為中心 然後周圍呢 有非常多的溫泉的旅館啊 很多很好吃的餐廳 我覺得來這邊啊 花上一個晚上 然後住住的話 應該是非常舒服 晚上我們就來吃這邊附近 平價蠻高的居酒屋原室囉 這道的漢字叫做湯葉 也就是豆腐皮 它是你在煮沸豆漿的時候呢 凝固所產生的薄膜 它的那個 豆腐皮的味道非常的香濃 口感啊 也是那種 薄薄軟軟的 有點入口氣化 溫泉蛋 蛋蛋 那蛋的香甜 加上一點海苔的味道 然後還有那個醜的一點 刺激的口感 我覺得這道非常好吃 老師我們等待了一個小時的 炙燒和牛肝 一吃下去呢 會吃到這個蔥 然後麻油 跟芝麻的香味 但是呢 因為這個牛肝啊 本身的味道非常的足夠 非常的肥美 所以呢 並不會被掩蓋過去 兩者加強是有一種 相得益彰的效果 哇這家真的好吃欸我覺得 蠻厲害的 在東京吃過那麼多家具球 我覺得這一家 完全不會輸東京的主題 沒錯啦 接下來就是 炒金的重頭戲 溫泉時間 好不好 好 好 喊成相見 沒有 謝謝 吃完早餐 收拾心裡 我們要繼續下一個行程了 帶大家去玩炒金 我們現在來到炒金的避逛景點之一 西河原公園 我們身後這一大片啊 在留的並不是小溪 而是溫泉喔 好 這邊還有溫泉的瀑布欸 光是站在旁邊又感覺那個 熱氣席卷而然 好像夏天喔 在家路邊的小店買了兩個烤鮮貝 一個是乾口醬油 一個是美乃滋的 頭髮蠻妙 因為它整個是軟的 會吃到一點米的香味 跟那個醬油的香味 我們現在到了白天的湯田 大概1726年的時代就有了 所以它被列為文化財 炒金湯田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晚上來 因為白天來的話 就感覺比較普通一點 但晚上來有種特別的迷幻感 對啊 因為它那個 溫泉產生的煙霧 然後搭配它這邊 一直變換顏色的燈光 看起來真的超酷 我們有沒有要去一個很漂亮的湖 叫Yugama 但是為什麼不能去啊 因為最近好像火山活動的關係 所以呢 一定要去了幾個地方的道路 都沒有辦法通常 就運氣還不錯啊 我們就是現在來到青頂澤的附近 有一個地方叫鬼崖出源 這邊是以怪石為名 來大家去看看 那我們後面那個奇岩怪石 就是火山爆發下的產物 這個祭祀這個非常久以前啊 因為火山爆發而遺難的人 所以這邊蓋了一個萬丁潭 我們逛完這個奇岩怪石的區域 現在是要往哪裏走呢 接下來就要去 我們逛完這個奇岩怪石的區域 我就知道你不是知道 故意的 往長野的方向走啦 長野 從長野市的市區啊 大概開車一個多小時 可以到護影神社這區 那護影神社其實不只一個神社而已 它分成澳社、棕社跟寶王社 本店還雖然沒有胡花的裝飾 但是我覺得那個木質的懷舊感非常有一個味道 我們現在到了澳社 所以要前進到山林裡面去看看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澳社前面參道的入口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啊 其實基本上 車輛啊 然後還有動物都是不能進入的 一經過鳥居啊 你就要大概走三、四十分鐘的路程 經過這紅色的門啊 就算是到了一個中繼點 然後接下來呢 往這邊走可以看到一堆山樹 東橋爬過最高的神社 最遠、最累的神社 東京爬著橋啊 耶!我們終於抵達了 這個雖然看起來不是很華麗 但是卻非常一一的神社 然後看我的眼鏡都起霧了 對 建議大家來這邊的時候啊 就是還是早點來啊 對 或是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我們已經有點困在山林中了 對 從剛剛上一卡 到現在整個過程 應該說是整個過程啊 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 對啊就是 不由得讓人家覺得說 就是古代在建造這個神社的時候 是多麼的形容 終於玩完了 我們回到長野市了 回到文明的懷抱 真的 現在去吃晚餐 耶! 現在在車站裡面一家餐廳吃晚餐 然後這家叫長壽食堂 食物非常的健康 它的菜啊 煮得非常的清淡 可是呢很熟 所以可以吃到這些菜的原味 香菇的香味 然後雞肉呢 調味的也是恰到好處 然後它整個的煮掉呢 吃起來是有點微微的酸 所以非常的刺激食慾 以上就是這次炒金周邊 兩天一日有啦 我是寶寶 我是晚安 大家下次見 掰掰